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墾丁國家公園解說員唐洪萱 歡迎大家來到跳時 每逢潮汐表裡的大潮時段 跳時的海邊及裸露出寬廣的潮纖帶 這時候也提供遊客觀察期間生物的絕佳時機 同時這裡也是墾丁國家公園海域 第二個成立的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草間帶是海洋跟陸地的交會地區 退潮後會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草池 在這個環境當中 由於白天受到日照強烈 海水蒸發 嚴度增加 或者下雨過後海水嚴度減小 生活在此區域的生物 為了適應這種特殊激烈環境的變化 均可能發展出特殊的構造或行為來因應 在潮池裡面我們經常可以看到 雀雕科跟蝦五科的小魚 由於大魚無法在草間帶久留 所以草間帶就成為這些小魚的避難所 這些擺動的生物俗稱羊穗竹 白天都躲在洞穴裡面 只露出兩三隻腕竹在外面 如果硬要把它拉出來 它可是會有自割的現象 而且會從斷掉的地方再長出新的腕竹出來 夠神奇的發 這是蕩皮森屬於夜行性生物 長江深裡後端陀於珊瑚空隙中 以觸手攝取珊瑚沙中的有機物質為食 在跳石潮間帶除了大皮森之外 另外還可以看到浮缸森 八毛海森及黑海森等海森種類 這個就是團扇枣 它的枣皮呈扇子的形狀 在草石裡面經常都可發現到它的風機 根據調查 目前園區內的海藻種類 大約有130種種多 除了夏季 硬製造牆類 草現代的海藻生產調查外 幾乎全年都可發現到它 這是黑齒牡蠣 也就是一般所俗稱野生的鵝仔 它是屬於固著性生物 也就是說它中期一生都固著魚齒 無法移動 每年的四、五月份 是它生殖線最肥美的季節 當然在草間帶少不了寄居蟹這個主角 各位遊客來到墾丁國家公園海邊遊玩的時候 記得不要檢食貝殼 以免寄居蟹無家可歸 謝謝大家